台北马街医院医护爆料说台北院区目前停收的病人已经封掉了两个楼层 是不是该封院了呢 而且还说院里头有100个医护被匡列 夸张的是议员钟小平他接获陈情之后 向台北市卫生局确认对方竟然都不理 对马街既不敢讲也不敢否认 最后指挥中心强调 其实不是因为院内感染才封了其中两个楼层 而是台北马街要扩充专责病房 台北马街医院急诊室前人烟稀少 救护车送来病患马上大消毒不敢大意 各有消息传出出现院内群聚已经匡列破百医护 疑似马街医护间的对话截图流出 上面写着台北院区目前全院停收病人 能不能向公部门求救甚至该封院了吗 进一步还提到胸腔科感染科像是活在跟大家不一样的世界 有一百个医护已经被匡列 医护人员各个人心惶惶就连院方董事会也向议员呈情 马街的董事还有一些医护 说他们很紧张 希望我们反映给卫生局长 我是市议员嘛 说希望封院 他说目前是有两 有这个不管是胸腔还有这个儿童就有两三条线可能在感染 然后那里面就是有匡列的一百位左右的医护 然后有封两层楼 他们希望不只是封两层楼而是全院要封 议员钟小平接获陈琴愤怒说向北市卫生局确认 对方竟然都不理 对于马街既不敢讲也不敢否认 搞得最后只能跟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回报 封了两个楼层主要是要扩充这个专责病房的这个房间数 所以那个不是因为有院内感染而封 那至于当然他们也很主动积极的 对于一个相关的陪病人员呢 那么也会做主动式的筛检 那当然也有筛出这个阳性的个案来给予这个匡列 指挥中心强调不是为了院内感染而封 另一头马街医院也急忙澄清说 他们是要逐步扩充专责病房 中央地方双边喊话 就是希望民众跟医护不要紧张 记得蓝金发留学SNG小组台报道 BTO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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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пит B Texas